朋友们好啊 Brenner Stardis 下午好 Good afternoon Guten Haiya Ben 这个 再给大家讲讲历史上的今天啊 这个 讲3月25这天发生的事啊 1911年的3月25 纽约三角内衣工厂失火 146人丧生 其中129个是女工 我记得前四五年吧 北京大兴区 是旧工啊 还是盈海呀 反正就是南园呀 东高地呀 再往东那一片 那一片住着大量的 所谓的低端人口 还有大量的小型的 这个服装厂制衣厂啊 然后 也发生了火灾 因为那些房屋的设施啊 非常的简陋 从卫生啊 从安全的角度 电线 撕搭 撕搭乱建 乱拉电线 好像就烧死了一些人 上世纪 1911年啊 那看来美国 最初 他也有这种血汗工厂 其实说什么呢 有一种观点就是说 哎 你看美国也没这么先进 你别老冲 吹 吹美国 我们发生的事 美国都发生过 但是人家是100年之前 就是 杨小凯先生 有一个理论哈 说所谓的后发优势 还是后发劣势 其实我就常说一句话 既然 不管是资本主义 还是市场经济 我们中国是 后发的 我们是后搞的 我们之前走歪了 走到了一种极端贫困的 市场经济上去了 社会的权力 和整个人是高度被压抑的 刚刚放出来 但是 您不能萝卜快乐 不洗泥吧 其他国家走的弯路 他们已经 做出了牺牲 也有了一些经验教训 那么你后来的 你怎么不吸取教训呢 是吧 已经有人在这个坑里摔倒了 摔得还很重 然后你呢 不看路 你又在这摔倒了 是吧 就像说前些年 英国伦敦 雾都 有很多人因为空气污染 是吧 就死去了 那怎么中国后来 又发展成这样呢 你难道不能够 规避一下吗 对吧 1807啊 英国废止奴隶贸易 过去奴隶啊 也是国际间的 一个大宗贸易 在欧洲 非洲 美洲之间 有一个大三角贸易 奴隶 不客气 都是主要的商品之一啊 然后还有1879年 日本入侵了流球国 流球就是后来的冲绳县 最初流球是向清朝上贡的 他是承认清朝是他的宗主国 他以臣下之礼 对清朝的皇帝的 后来日本崛起之后 他就两面都上贡 等于有两个主子 后来日本强大之后 把他整个吞了 清朝是忍气吞声啊 步步退让 据说啊 据说1943还是1944 就是在开罗 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中正 开会的时候 罗斯福问过蒋中正 说你要不要这个流球啊 如果你要的话把整个流球给你中国 蒋中正当时好像沉默不语 所以我就说蒋介石 是吧 有人说他是个基督徒 他是领导中国抗战的 唯一的能够全体中国人都认同他的 最大公元数的抗战领袖 但是在雄才大略这方面 蒋公好像稍稍差了一点 是否还是不自信呢 当时毕竟日本还没投降呢 是吧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东方人真的不如西方人 然后1913年啊 1913年袁世凯 二月革命啊 孙中山返元 对 说到流球 我刚才我还补充一点 那日本占了流球之后 后来又占了台湾 18941895甲午战争 然后中国 是吧 马关条约放弃台湾 然后1895 意大利入侵 埃塞俄比亚 但是当时啊 当时叫做阿比西尼亚 不管叫阿比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 还是台湾说的伊索比亚 一回事 都指的这个 非洲之角的这一片 这个红土高原吧 也是咖啡的原产地 这个 然后有这个 南斯拉夫王国啊 1944年 3月25 南斯拉夫王国 签署三国公约 正式加入轴心国 三国应该是 希特勒的纳粹德 这个莫索里尼的法西斯裔 加上傻瓜男 他就是傻瓜 德国马上就失败了 还有一年零两个月都不到 是吧 大概是5月10号左右就投降了 正式投降了 当然可能也不得已 因为南斯拉夫当时事实上四分五裂 他分好几派 是吧 有什么 切特尼克 切特尼克好像是 克罗迪亚的那种民族分子吧 还有这个塞尔维亚 大塞尔维亚主义 还有共产党游击队 分好几派 还有一个好电影叫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 是吧 是这个音吗 奥斯卡奖 44年 47年啊 胡宗南的二十七师三十一旅 在清化边被中共歼灭 中共称为清化边大捷啊 当时反而三个胜仗 清化边 杨马河和盘龙 什么有个旅长叫李坤刚 是吧 刘勘 是吧 有人说胡宗南就是共产党 他隐蔽了一辈子 所以为什么他身边有什么熊相辉 是吧 一直在他身边啊 有人说胡宗南就是共产党 胡宗南的儿子啊 现在在台湾 叫胡维珍 台湾外交官 外交界的 现在也退休了 这个49年啊 49年的3月25 中共中央啊 从河北的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 迁到了北京香山啊 西柏坡是平山县啊 北京香山开始筹建新政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就是现在这个习总去没去西柏坡 我不记得 我印象深的是胡锦涛 胡总 刚当选 刚当选 马上去西柏坡 到那个遗址 那个去鞠躬 当然这个遗址是后建的 是假遗址 真遗址已经是水库了 都淹了 后来就重建的按原比例 他为什么去鞠躬呢 是吧 这个挂着毛泽东的像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毕石 五大常委的像 因为严格来说 他们不是选的 他们是继承的 一辈一辈继承的 毛是祖师爷 太祖 是吧 然后下面第二代 如果是邓 或者是化 就叫太宗 是吧 一辈一辈 一个皇帝 一个皇帝 所以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职位 总书记的职位 是一辈一辈这么传下来的 所以你得去跟你的老祖宗 祖师爷 太爷 是吧 得居个躬 是吧 治个境 得感谢 为什么很多贪官 在法庭上都说 哎呦 我辜负了党组织 对我的栽培 我对不起党 是吧 是党给了你 这么高的位置 让你能贪污 然后又给开除了 开除到老百姓里边了 是吧 本来你也不是 我们这波人里的 你开除到我们这 算怎么的啊 是不是 中国农业银行在北京成立 1955年 农业银行总行就在那个公主坟 原来是公主坟西 公主坟交通队旁边一大院里 平房一大院里 后来签到那个城乡贸易中心 盖的大楼 曾经是我的客户 旁边是中国电子进出口 都是我客户 还有1955年 民主德国东德 获得完全主权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 获得完全主权 是他加入联合国为标志吗 还是之前他很多的权力 被苏联人给 给给怎么说 给代理了 或者给垄断了 北京话叫包园了 垄断叫包园 吃不了兜了兜 1957年 法西德意大利 法德意加上笔合卢 笔合卢啊 这三个词 这三个国家 有一个专门的词在英文里 代表低地国家 北海边上低地 这六国签署了 罗马条约 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共体 就是今天的欧盟的前身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在这个原子和这方面进行合作 好像有个什么对撞机 那个有个对撞机 那个在瑞士有一个 沙特国王费萨尔 被他的一个有神经病的侄子 刺杀了75年 1980年 中国第一个从事 外国电影研究的学术团体 中国世界电影学会成立 其实这个电影 我还记得前些年 才开放了美国大片 是吧 外国电影 好莱坞大片 印度叫宝莱坞 美国叫好莱坞 我记得印象深的是阿甘正传 说白了啊 真的看完了阿甘正传 我内心非常的心潮澎湃 真的我看到了美利坚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民族的伟大 真的看到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 猥琐的事 也有一些不那么合理的事 也有阿甘小的时候被欺负 他妈为了他 还跟那个校长上床 等等等等 但是这是社会底层 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 现实当中可能都有的一些插曲 但是真的你看见美国的大江大河 那个阿甘 一个人跑步 后来后面追随了一群人 他在越南的时候 在丛林里 救出他的战友 他屁股上挨了一个榴弹 是吧 救出了很多战友 包括那个中美的那个乒乓外交 装的洞 是吧 他也是 他把美国很多重大历史事件 都套在阿甘身上了 是吧 一个半傻子 你看那个 还有越战 后来他那个排长吧 腿都断了 是吧 腿都断了 然后他跟那团长 还到墨西哥湾里边去 去那个开那个普侠船 是吧 包括那个猫王 是吧 猫王是叫希尔维斯吗 说猫王那个动作 那猫步 不是都学着他吗 是吧 非常有意思 所以真的看了阿甘正传之后 我觉得 我进一步对美国 有了正面的观感 后来还有什么 挽救大兵瑞恩 是吧 应该当时美国的 这个参联会主席吧 参谋者联合会议主席 是吧 军方的一把手 事实上一把手 应该是马歇尔上将 是吧 签署一个命令 要把那个 那小伙子 因为他们 他的两三个哥哥 都在什么太平洋战场 都为了美军 那个阵亡了 他是剩下 他是都 唯一的一个儿子了 就不能让他妈太伤心 然后去救他 但是最后那场面 让我特别感动 他坚决不撤退 虽然那个小分队 为了找他 死了好多人 他说大家都在抵抗 是吧 德国人马上来了 我们必须要守住这座桥 他死活不撤 跟大家生死与共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 让让我感动啊 是吧 美国大片 教父 那个 石铁龙眼的 那个第一滴血 是吧 一个越战老兵 回到美国 跟社会的冲撞 这太太让我感动了 很多美国大片 那会我看的 还有一个医生 被人陷害之后 我忘了那个电影了 谁想能想起来 告诉我 一个医生 从一个水坝上面 直接跳下去了 后边有人追杀他 这个名字我忘了 就是美国电影 还有一个问题 美国电影 有一种人类 全人类 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 他有这么一种视角 这么一种的视野 他很多关心的是 整个地球的问题 比如说外星要来撞了 是吧 然后怎么办 然后地球大爆炸 要毁灭了 怎么办 这些东西 我们中国拍不出来 真的拍不出来 这个美国是世界的霸主 美国是维持这个地球秩序的 警察也好 或者我给他提个词 叫秩序维护官 是吧 美国是这个地球的秩序维护官 他有这个作用 美国也是按中国人说应天命 是吧 顺天成运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美国有这个天命啊 是吧 因为当年是清教徒 五月花号 他们立约呀 立了一个契约呀 他们不是随随便便 到美国去的 虽然船上才一百多人 过了一个冬天 还死很多人 当然他们初期 印第安人还帮他们 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是吧 印第安人给他们南瓜 教他们怎么耕种 是吧 当然后来为了抢地盘 双方打起来 那是后话 真的美国有非常值得 让人敬佩的地方 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没有美国的介入 怎么能够顺利的结束呢 是吧 而且看来是把当时可恶的 法西斯给消灭了 是吧 当时可恶 不代表后来可恶 后来比较可恶的是 苏联这种模式的 那他接着灭苏联吧 Core War 是吧 冷战 星球大战计划 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战略欺骗 说那个美国根本就没这计划 就骗苏联的 苏联就是傻叉 SB就上当了 因为一个专制体制 他的领导人 他的人才是逆淘汰 一辈比一辈差 越来越弱智 越来越没有脑子 第一代打天下 第二代做天下 第三代可能就败光天下 这就是中国人说的 富不过三代 但是你看华盛顿 他是两代 他不能叫两代 他两任两届 第三任坚决不敢 对吧 他给一个国家 对吧 给这个民族树立了多么好的典范呀 给全人类都树了一个标杆 跟他同时期的东方的是乾隆 乾隆说自己是实权老人 实权武功 但是乾隆可比这个谁差远了 比华盛顿 二月和 最近去世那个河南省政协 作协主席吧 二月和 他真名叫灵解放 山西西洋人 就是大寨 农业学大寨那地方人 他写的那个清朝那个系列 是吧 皇帝的系列 很多本我还都买了 我也不能说我受他影响 对吧 他有些史料可以 但是他那种歌功颂德 我不满意 但是他要在中国混饭吃 在中国要想在文坛上 有地位 有钱花 他不这么写 他白写 他累死他 写十年累死了 一分钱赚不着 对吧 人才的逆淘汰 几千年以来 前几年我常跟别人聊天 我就老说老说 我说是人才的逆淘汰 这叫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还有句话叫什么 叫黄鼠狼下耗子 一窝不如一锅 然后是1988年 北京急救中心正式投入运转 电话是120 北京急救中心就在和平门 就是前三门大街 和平门路口的西北侧 旁边有一栋楼是红色的 叫红楼 红楼什么意思 北京是文联 文联那些老作家住在那里边 然后在十字路口 和平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 全聚德烤鸭店 原来的总店就在那 我们一个邻居在那还不错 是个厨师长 还有点笔杆子 还关于这烹饪 出了一些文章 取了我们胡同的那个张家 那个老闺女 然后那个和平门路口往南 马路西有一栋小楼 赵紫阳的儿子 赵紫阳四个儿子吧 其中一个儿子的华阳 技术贸易总公司 我在他下属单位工作过 后来我自己批发粮油以后 华阳还照过我买卖 买过我的东西 就过年过节给职工发 然后对面是一个历史 很悠久的小学吧 再往前有一个北京市电信局 北京市电信局还是电话局 好像电信局的郊区分局 在厂店 和平门往南不是流利厂 厂店 那儿也是我客户 然后再往前有这个 很多文物商店 什么荣宝斋什么的 也曾经是我的客户 到处是客户 然后再往前 马路东 有一个小天鹅酒家 小天鹅酒家的副总姓魏 是我哥的老同学 也照给我买卖 那个小天鹅酒家是 共青团中央的 跟全国青年有关系 据他跟我说 什么蒋大维 什么那帮唱歌的 经常唱他们的吃吃喝喝 有时候白吃白喝 不给钱 他多多少少有点不满意 再往前就是八大胡同 什么烟枝像 陕西像 过去都是烟花柳像 都是青楼 都是妓院 这个比较多的地方 再往前 梁家园胡同 梁家园胡同宣武分局 那我也认识两个警察 1995年啊 1995年英国停止 在北爱尔兰的军队巡逻了 局势缓和了 1998年中国政府宣布进行 医疗体制改革 那就是朱镕基时期 朱镕基时期啊 这个中国的医疗走向市场化 教育走向市场化 住房走向市场化 都是朱镕基搞的 基本上得罪人的活 都是朱镕基 包括职工大梁下岗 都是朱镕基时期 有人说他不叫什么 经济沙皇 铁血宰相 他比较狠 他也比较会煽情 这朱镕基会煽情 那个你看在那个两会上 刚当选总理的时候 给我准备一百口棺材 给我自个儿留一口 剩下九十九口给贪官 我看他也没杀谁啊 是吧 说半天 朱镕基在上海的时候 我在上海工作过 九三年 我在上海工作了半年左右 这个上海人啊 私下跟我聊 就是聊天 都管朱镕基的好事的啊 有人说朱镕基啊 特别会做秀 他懂得政治手腕 他当过右派啊 他也比较乖巧 所以那个 比如上海有一些什么重大工程 面子工程 县礼工程 政绩工程 竣工了 剪彩了 他请一些老干部 已经退下的老干部 他比较聪明 他知道这些人 在党内 在这党政军里边 还是有很强的影响力 而且他比较乖巧 比较低调 这帮老头喜欢他 然后让那些人去剪彩 提词 包括给一些什么老模 那些普通的上海人 给他们机会 但事实上 据听说在上海 江泽民和朱镕基 两个人并不和睦 两个人不和睦 后来据说 这个江泽民那会市长嘛 理论上在中国了 江泽民是书记 书记摆前面 但是这个朱镕基的风头 就是有点像薄熙来 太强了 所以后来太耀眼了 后来江泽民 好像不高兴了 好像他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 给各大报社 发了一通知吧 就是说以后 报纸的头版头条 应该是江书记 大概啊 也许没有啊 可是你看这朱镕基吧 就是说他老婆的公司 他老婆也是国企 他老婆是国家纪委 后来的发改委的中资公司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在这个车工庄西大街 就快到了 那叫不叫老虎庙 叫什么 就快到那个西三环 那个车工庄 不是叫车工庄桥 忘了那个桥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挨着手 手持大 旁边是一个公交总站 对面是中国 马路北胡同里 是中国国际 中国图书国际贸易总公司 他是在那 中资公司 大概是 是一千万美元 还是三千万美元以上 反正有一个门槛 这以上的 所有的外商投资项目 要经过他们做一个评估 他就中间要挣这个咨询费 然后朱镕基的夫人 叫劳安 就是那的 当然在网上也知道 朱镕基的女儿 朱云来 儿子朱云来 女儿叫朱燕来 也都是在香港吧 中国银行 香港的一个分支的总经理吧 据说年薪上益 当然这都是传说 我们也没看见 是吧 当然我们知道 华尔街那些垄断资本 华尔街那些投行 是吧 什么曼哈 是吧 大通曼哈顿呀 什么高盛啊 这些 比如说你是省长的 你是部长的 甚至更高级官员的子女 我给你高薪 我们在中国 是吧 很多项目 比如说你发行国债 地方债 是吧 有一些并购 你这活给我们干 这不就大把钱来了吗 对吧 07年啊 07年 曾阴权 曾印权吧 香港特首第三届的啊 然后12年 梁振英啊 梁振英 他爸是山东人吧 山东人 然后是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很多是山东人 啊 然后山东人比较实诚吧 他们闯关东 都管他们叫山东棒子 这个他们很多 据说 据说当时香港的 据说当时香港警察的宿舍里边 充斥着大葱味 山东人爱吃大葱大蒜啊 反正这个味 如果大家都偷吃 从吃蒜 闻不出来 要不吃的话 闻着有点臭 我接触了北京的这个总餐 总餐搞情报的一帮 他们自己啊 他们自己说自己就是老特务 一些军事特务 军事间谍 然后这帮人里边江浙人居多啊 江浙人心思缜密啊 南方人干事心细 所以适合搞一些情报搜集啊 我都去过他们家里 然后那老特务都是江浙人 那个其中有一个大校跟我说啊 说这个我们这帮老特务都住这 说江浙人居多 然后楼道里到处飘着这个油炸臭豆腐的味 因为南方人爱吃油炸臭豆腐啊 据说文革的时候湖南长沙 据说毛泽东说过 说火供电臭豆腐好吃啊 而北方人也吃臭豆腐啊 但是我们就那么就着窝头 或者就着馒头片吃 没有说在油炸的啊 这可能是南北方饮食上 有点小小的差异 北京有些小区就是总餐的 我都去过他们那 还有出生的啊 南云中医日本的海军上将 原来是中将啊 这跟着三本五十六啊 太平洋战争啊 这个偷袭珍珠港 中土岛大海战 珊瑚海大海战 这南云中医都是主要的一个 三本五十六的助手吧 陈文倩啊 陈文倩 1958的 1958的到现在也多大岁了 1958的 62了啊 陈文倩 1958 他3月25号出生了 那他也都62岁过完生日了 有点热 陈文倩好像是他爷爷吧 他祖父是台湾一个乡长 如果我没记错 是台湾北部吧 还是东部 某一个县的乡长 据说他祖父一次就捐赠给台湾政府 还是什么地方 一次就捐了几百亩的土地吧 所以他也算是名门之后吧 然后陈文倩的节目可以看看 但是他应该是比较亲大陆 比较亲大陆 但是据说啊 据海外某逃亡富商姓郭 排行老七 据说啊 这位郭七先生 郭大侠 说陈文倩跟大陆的这个国安部门关系比较好 说这个还到他那个盘古 盘古七星级 超高档酒店 说去北京话叫搓大饭 就是吃一顿很高档的饭 然后一定还让他招待好 说都是 安全部的高官陪着 不知道 反正这个文贵先生 他说的话反正你可以听 但是 每个人可能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吧 但是陈文倩跟大陆关系一定是好 包括尝尝他节目那些 李永平那个女的 当过台北市副市长的 那尝尝他节目那些嘉宾 你发现了吗 台湾的挺蓝的或者挺绿的媒体 当然也有一部分中立的 这个政党色彩比较浓厚的媒体 常请的嘉宾就这么一圈人 然后我看这个中天啊 陈文倩在中天 这个中石集团 这个老板不是蔡衍明吗 蔡衍明做这个旺旺先辈啊 在大陆起家 他们 后来我看他分出来几个频道 有不同的节目 陈文倩弄一个 还有一个女作家叫黄志贤的 那黄志贤那个挺大陆就挺的也太明显了 就是他们也是比如说都是蓝 都是蓝 也有这深蓝 也有这个浅蓝 也有中间蓝 也有正港的蓝 正港 就是大陆叫正宗 架杠 架杠蓝 架杠绿 这个像三立啊 民事啊 这些挺绿的啊 也有浅绿 深绿 也不一样 是吧 有的是蔡同荣搞的吧 蔡同荣前两年都去世了 台独嘛 原来在美国躲藏 后来回台湾 所以他们的立场都不一样 台湾好在哪啊 台湾有电视台 有一百个吗 是吧 有宗教台 基督教台 包括那个慈祭基金会 是吧 都有自己的台 佛教台 甚至还有算命 给你看风水 看雨 命理台 是吧 你看台湾的命理师 我知道的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 他挺蓝的吧 詹老师 詹维忠 是吧 所以他们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人 都可以上电视 包括灵异 是吧 灵异事件 大陆说的凶宅 台湾也叫凶宅 是吧 他给你看风水 有各式各样的 我觉得台湾的 真的是那个电视台 你想看什么都能看 旅游台 这个财经台 是吧 有一个年代向前看 是吧 那个什么 明居正老师 他们请一个叫汪浩的 汪浩的好像大陆人 后来也是民运吧 跑出去到美国 又来台湾 前些年他们请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阮明 阮明不知道还健在不健在 也快九十岁了 原来是胡耀邦的智囊吧 文革的时候也挺左的 但是说白了 文革的时候 有几个中国人不左呢 不左你活得了吗 是吧 好像在人民日报啊 什么就在这种党的 这种宣传机构工作 据说是胡耀邦的智囊 后来跑到美国去了 然后又入了台湾籍 中华民国籍 陈水扁还给他封了一个 总统府资政吧 还是国策顾问啊 我看他有时候也上台湾的 这个媒体 是吧 相对TVBS TVBS是作为外资 引入台湾的 TVBS是香港的TVB 然后到了台湾 还有那个谁 最近忘了一个人了 黎智英 这个肥老 是吧 黎老大 就是这个 一电视一传媒 苹果日报的老板 年轻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从大陆逃到香港 前一段 不是说香港警察 把他抓了吗 不知道放没放啊 据说他是香港的 这次游行的幕后的 主要的金主 支持者之一 黎智英 从大陆走的时候 兜里边 据说是一个 一个金条 还是什么东西 带着想去香港 但是好像过海 观点的时候不允许带 然后他就把那个金条 就扔到地下 然后用自己的脚 踩到地里去了 他是空着手 空着手啊 两手钻空拳 就是说是一无所有 白手起家去的香港 后来发展的很大 这是出生的一些人啊 咱们再看看 这有一个日本的男演员 叫阿布敦 想起阿布敦 我想起一个人 阿布闺秀 阿布闺秀 据说是叫 黄军之花 他是北支那方面军 住在张家口 当时叫蒙江国 就查汉尔这一带 建立一个伪政权 领导人是蒙古的王爷 叫德王 德木楚克洞卢普 手下有个师长 叫李守信 李守信不是纯粹蒙古人 原来是汉人 他们叫随蒙古 就是跑到蒙古草原上 娶蒙古媳妇 按照蒙古的习俗 然后这样的人叫随蒙古 这个德王的一个亲属 就是台湾的著名的作家 习蒙古 然后习蒙古 来大陆 沿着奇连山走了一趟 陪着他的人 是我的大哥 是我的朋友 玉古族的 玉古族啊 一半突厥 一半蒙古 遥蒙古 遥顾的著名作家 铁木尔 铁木鲁 是我大哥 跟我认识了16年了 阿布龟秀 阿布龟秀名将之花 凋零在凋谢的太行山上 他是一个旅团长 旅团长一般是少将 但是他是中将 然后他来剿匪 来扫荡 结果中了埋伏 被迫击炮炸死 在一个小庙 还是一个农家小院里 就是杨成武的部队 进察记 就是在黄土岭 富平县黄土岭 燕素衙一带 他手下有一个大队长 叫石村吧 石村大佐 他带了八百多人吧 被歼灭吧 当然具体人数啊 有人说八路军 说整个抗战期间 才消灭了八百个日本人 那反正我看那文字 说那一战 就消灭八百个日本人 反正阿布龟秀 肯定是死于八路军 这是真的 当然死于国军的 日军中将好几个 有一次国军在安徽的晚南吧 还是江西 用高速报还打下了一架飞机 那上面坐了几个 有中将少将 可能还有大左吧 左 左就是相当于咱们的孝 大左可能就是上孝 或者大孝 大左 中左 少左 好像那会是诱敌深入 把这个谁 把这个阿布龟秀诱敌深入 这个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支队 八路军一个支队 叫曾庸雅吧 好像两个人的名字 我现在忘了啊 看这个书 看了四十年前了 但是我记得有个细节 就是说在这个 富平县城吧 这个八路设了几个特务 就地下党 然后呢 日本人呢 喜欢洗澡 就有一个人 老给日本人搓澡 然后给他们干杂活 给他们那个洗澡 需要匹柴 给他们烧火 然后慢慢接近接近接近 然后还有附近 在这个县兵队 县兵队门口 有一个中国人 实际上也是八路军派的地下党 这个摆了一个小摊 卖香烟 卖点烟卷 日本叫打巴狗 日语叫打巴狗啊 这个词来自印第安啊 烟草 卖点香烟 卖点什么花生米 然后据说啊 我看那文章 据说有时候这个 日本人来了之后就 不给钱 没事拿走拿走啊 就就吃去啊 抽去 就这样 完了慢慢慢慢接近 后来得着情报 说日本人增兵了 来了要围剿 如何如何的啊 那还是真是 40年前 看了一段文字吧 应该是我喜欢的 叫纵横杂志 全国政协的 他说 适世的 还有一个公元759年的 安庆旭 说是 大焉政权的宗室皇帝 安庆旭是 安禄山的儿子吧 如果没记错啊 德标西 德标西 大家都知道 法国作曲家 1918年去世的 他活了 56岁 1924年 黄飞鸿啊 什么李连杰演的黄飞鸿 看来确有其人啊 武术家 1924年走的 47年出生的 活了77 黄斌鸿啊 不是黄飞鸿 黄斌鸿 中国的画家 1955年的啊 他活了 80岁 90 1865年出生的 90岁 黄斌鸿 费萨尔 伊本 阿卜多勒 阿奇兹 沙特 75年被刺杀了 沙特国王 沙特就是 台湾叫沙乌地啊 沙特就是一个家族的名字 相当于爱新觉罗 或者朱元璋的朱 这个赵匡运的赵 刘长春 刘长春是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第一人啊 刘长春当时代表中华民国啊 参加奥运会 83年死的 09年生的 活了74 金乃谦 这个名字我很熟 金乃谦 话剧表演艺术家 还有个叫曲弦和的吧 曲弦和 反正曲弦和是那个哪 他朗诵挺棒的 煤矿文工团 煤矿文工团在 东城区和朝阳区之间 那个青年沟路 马路北 马路北那应该朝阳了 这个 他是煤短文工团的 煤短文工团也是我客户 煤短文工团的咖啡厅 要过我的饮料 03年非典的时候 一个叫叶新的 广东中医医院的护士长 去世了 他是1956年出生的 才活了47岁 非典的时候也发生了瞒报 就跟这次一模一样 其实很多人不应该死 真的 非典的时候也发生了瞒报 如果他没发生瞒报 为什么把孟学弄张文康撤职啊 还有一个叫2007年的啊 2007年的叫安德拉尼克 马尔加良 亚美尼亚总理 1951年出生的 他才活了56 这个亚美尼亚的啊 亚美尼亚的名字啊 名字最后都叫什么什么良 或者什么什么相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总理叫 科恰良 总统叫彼得罗相 这个叫马尔加良 这个就是亚美尼亚人名字的特点 就像俄罗斯某某夫 波波夫 波波舞 波利尼亚舞 格尔巴乔夫 是吧 赫鲁晓夫 这样子 是吧 南斯拉夫有很多叫围棋 都是下围棋的 是吧 米罗舍围棋 伊德特别哥围棋 是吧 什么卡拉基棋 姆拉迪棋 罗马尼亚叫什么什么司库 齐奥塞斯库 安东内斯库将军 是吧 这些人都是 看库房的 是吧 看库房的 那个 库房管理员 当然不这么绝对啊 不这么绝对 一个叫其他名字 看看 节日有什么呀 有希腊国庆日 1924年 还有一个奴隶制 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受害者国际纪念日 可能这是联合国的一个节日 还有中华民国的美术节 还有托尔金阅读日 由托尔金协会发起的 这一段啊 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啊 3月25号发生的大世纪 还有哪些名人的出生和去世 加上我自己的一点的 隐身的心得体会啊 谢谢大家